来我们来看这边 对于东旋来讲 其实宝瓶就已经很舒服了 而对于猪鹊来讲 至少要三跑 甚至要四跑 其实三跑我觉得不够 三跑的话 他们输两局丢十分 也就是需要两个 比如7比2才能打回来 搬了东旋的 那东旋夫人了呀 旋夫人稳稳的 对不对 这边的话应该不会拿机械石了 他们要争四跑的话 可能要打一些骚套路 东旋最后一手的话 搬个心理我觉得都可以 搬个昆虫 搬个昆虫 红夫人一般来说不搬昆虫 搬个昆虫 东旋打使徒 打使徒留一个 留两个 东旋打雕刻家 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既然你搬了昆虫 要不机械石还是掏出来吧 先把这个 因为掏机械石的话 你的三跑率要比 不掏机械石要高很多 先奔着赢去 然后再看能不能四跑 对吧 待会再换道具了 那只能这么 只能这么盘量 对吧 用兵翻个箱子吧 护币交给机械石 如果机械石被抓的话 他最好打四个角色 都能拿道具的 所以这里可能会 还是拿一首 大副 再拿一首空军 拿了个心理 那心理会变成一个 开门战的一个针对点 看东旋吧 东旋这边是使徒 还是红夫人 我觉得这两个 可能性最高 其他的蜘蛛什么的 我觉得东旋比赛里面 蜘蛛好像 最近没怎么拿出来用过 应该可能不高 可能性不高 他的红夫人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红夫人 可能性最高 使徒的话也很厉害 使徒第二 因为红夫人 使徒 因为这边搬 昆虫的话 不太像是要打 红夫人的样子 如果是红夫人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会 搬个心理学家 这个阵容 开门战 他如果第一波 牵制起来的话 开门战的一个能力 还不错 都有道具都还不错 但不太可能能 这么顺利的 一波六舞台 比如说心理学 一波六舞台 不太柯嫩 不太柯嫩 东旋 我觉得再慢再慢 100秒肯定击倒人了 其实你很难去 盘这套阵容 那个四跑的 这套阵容四跑 我觉得这套阵容 打东旋的话 能三跑就不错了 能三跑就不错了 因为第一波东旋 正常抓到人以后 球者这边救人 就很有可能 被东旋打一个双岛 用别来救 对吧 吃两刀就下人来出个双岛 然后东旋 稳稳地挂飞第一个人 就后面就是三人开门战 留一个保平的事情了 写个剧本 他得其实还是得抓心理学家 因为你抓病患 抓其他的人 是消耗道具的 他只能是先抓心理学家 抓完挂上 然后没人能保 不可能让这边东旋换挂的 心理学家被抓好像也不行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讲 就是最好是打一套 四个人都能换道具的 四个人都能拿道具的 这样的话才有剧本可以写 现在就是这个心理学家 开门战一定是个突破口 而且是一个对吧 死突破点 但凡我有闪现 你一辈子走不了的那种 要么就是怎么样呢 第一波遛得非常好 然后牵制时间够了 第二波来救人 他不对 他得第一波差不多就压击了 然后倒地以后 第二波博命 傭兵薄命套走的四跑 只有这种可能性才有四跑 大家很关心东旋选什么皮肤 有一说一 我觉得他不会是白松露的 他要是拿白松露 给大家抽个奖 好吧 他要是拿白松露 我就给大家抽个奖 冰箱 看开局遇到谁 开局 第一个点 大龙的心理 位置上面来讲的话 离史图是最远的 离史图是最远的 这边三个人都在跑 心理学家直接开始修 冬旋 抓 他的话并换也可以抓 穷者这边带着三波命 东旋是底牌挽留 带着彩板 找到并换 冒一分 过来 还可以 这个开局 穷者还可以 相对来讲 一个开门战的死突破点 没有被找到 这个刷点的话 对于穷者来讲还是比较有利的 这边来追大富 大富 这边翻过去 可能要被跳到 能不能打隔窗刀 直接翻过来 东旋也是不贪 直接就是翻过来 刚才那个位置感觉有机会能打隔窗刀 怀表 大老师怎么给了一个这么高的多抓率啊 这个多抓率 大老师怕是有什么内幕小道消息吧 感觉小铁这边扛不住啊 这波跳 流道具 没办法 他这边跳 他这边 就算是摇怀表 用处也不大 对吧 晕住了 你还是得迟到挂进地下室 机子的话 心理学第一台先开 一个翻版加速 拉墓地 修自己的第二台机子 穷者这边要争多跑 他就算是争三跑 也得卡半来救 看东学对拨防守了 看东学对拨防守了 卖掉应该不太可能 四猛男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当时其实把心理学换成一个野人 我觉得奔着四跑去可能会 可能性会更高一点 但是毕竟还没有到 必须要四跑的局面 先打 先打 先把三跑 拿下来再说 这边再拖 拖时间 拖了以后 看要不要扛一刀 扛了这边使徒猫的CD也好了 怀表 咬 猫 这个猫空了 这个猫空了 跳一手 一刀没打中 佣兵要帮忙扛一刀 因为佣兵这边是无上 哎呦 打中了大副 那大副先拉走 佣兵这边保证自己满状态 你要追我一刀的话 这大副 你可就不一定找得到咯 不过这边大副的位置 好像直线走 应该是能找得到的 那还行还行 这边的话 一个幻影部的大副 是被打到了一个楼梯刀 开门战 算一下机子够不够 机子好像不太够啊 再就一波 再就一波 博命套上能量吗 差了一台 好像这边移情 直接给到妹克 给上了 妹克这边满状态 机子够了 感觉机子是够的 佣兵这边扛一刀 先不救吧 佣兵去救的话 这里没有博命 撑不住 而且这台机子 其实离得比较近 外面可能要重修 估计这边是心理学家重修 也就现在还是差一台新机 并不是修这台27%的机子 看是修这台吗 心理学家也过来 没有博命 没有博命 晕住 这边心理学家过来吃猫 拖 还要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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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旋这边 再卡 再卡 等 跳过来 晕住 能救下来吗 还要摸 还要摸 哇 这样硬拖 拖是拖的不错 这个拖真的非常非常地极限了 但是东旋有猫 能咬住人吗 怀表一咬 好像第二块怀表 是没咬到人的 没有咬到的 使徒这边 漂亮 一波晕三个打 但是打中的病 不是大副 怀表在咬 那这样的话 还有迷幻部 拥兵 帮忙下板子 这个闪现不太好交 不得不说 这波救人 我觉得是史诗级的救人 在面对使徒 有晕的情况下 有空的情况下 居然能够扛的这么死 摸放摸放卡雪 这边帮忙吃猫 大副往里走 大副是个上挂飞 没有任何的道具 开门站 这边的话 队友应该已经贴门了 猫沉默 这边闪现 交不交 还在走位 还在走位 大罗 应该偏向于 东旋还想省下这个闪现 这样的话 击倒挂飞以后 他还要想传送 实在不行 我在交这个闪 实在不行 在交这个闪 板子踹掉 一刀倒地 挂肯定 这边密码机没亮呢 不好意思 我刚刚以为 密码机已经亮了 现在在翻道具 要给队友 真道具 晕住 一刀倒地 挂飞以后 门 这边 好像 没有 开的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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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开了 为什么 这边刚才 没有进门 问题不大 就看心理学压了 因为这边传送已经交掉 心理学压应该是一个稳定跳地窖了 真没机会 穷人者已经打的 我觉得已经打的是最好了 但是 大副这边没有道具的话 四跑可能性 真的没有 你剧本也写不出来 对吧 他如果说有一个户币 也不行 其实有个户币都不行 为什么呢 地窖不在这边 地窖得在小门这边才行 地窖得在小门这边才行 其实只把的话 朱雀已经是 打出了自己的风采了 在开局 一个队友被挂进地压室 然后这边无伤救下来 就可惜可惜 在那刀落地刀打中了 那刀落地刀如果没有能打中 大副拉开 保佣兵满状态 穷者有更多的东西 然后佣兵 换道具去给大副 可能 还有一些些机会 但机会应该也不会超过10%